8月13日新闻看点,看点1,NVIDIA三款新卡其曝光,命名还未确定,看点2,Apple Find AX蓝博吉尼百四秒寿庆,黄牛笑开花,看点3,Apple Pay用户数再开, 创新高,31%iPhone用户参与其中,看点4,对标苹果HomePod三星发布首款智能影响,看点5,完美世界发行火炬之光,前线,预计明年发售,迎NVIDIA三款新卡其曝光最近一阵,有关NVIDIA发布新卡的消息层出不穷,不过老黄那边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,而现在,欧亚经济联盟,ECC的数据库中, 悄然出现了大量NVIDIA新显卡的编号,确切的说是不同的PCB方案,包括699和900两大系列,应该分别是游戏卡和专页甲,两个系列各自有PG150,PG160,PG180三类, 这说明新卡至少准备了三款,而对应的GPU核心至少会有两种,由此看来,之前泄露的PCB电路板就是PG180,换句话说就是GTX11802080, 当然,新卡具体的命名现在还无法确定,但可以确定的是,如果听不掉实习显卡的库存,老黄肯定舍不得发布新卡,不知道AMD那边,会不会趁机有所行动, Apple Find X 兰博基尼版4秒授庆,在6月举办的发布会上,Apple Find X 兰博基尼版,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,外观方面,其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玻璃机身中,加入了黑色碳纤维纹理,搭配金色的兰博基尼logo高贵的质感让人过目不忘,时隔近两个月,这款产品终于正式开卖了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 尽管它的售价高达9999元,不过依旧在4秒之内全部收听,或许有人要问了,土豪的手速都这么快,其实不然,抢到手机的大多都是黄牛,他们转手便在其他品牌加价几千块出售,简直不要太爽,当然,能不能卖出去,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, Apple Pay用户数在创新高,虽然Apple Pay在国内的普及程度,远不及微信和支付宝,但是,有意外国粉们作为支撑,Apple Pay的发展现力绝对不容小觑, 据市场调研机构统计,目前Apple Pay的用户数再次创下新高,保守估计已经突破了2.52亿,据悉,Apple Pay的用户数,之所以能够增长得如此续猛,主要是因为过去一年,有31%的iPhone用户使用了Apple Pay,换句话说就是每三个iPhone用户,就有一个在使用Apple Pay, 那么问题来了,另外两个人为啥不用呢? 零三星发布首款智能音箱运前,三星在六月发布会上,带来了自家的首款智能音箱产品Galaxy Home, 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HomePod,或许三星就是希望和苹果一较高下,哇,外观方面,三星Galaxy Home采用了三腿指甲的椅子造型,非常特别, 不知道了有多少用户能够接受这种审美 应届方面,三星Galaxy Home拥有8个麦克风,6个扬声器和一个低音号,在音质方面有足够的保障 此外,它还可以通过Mixby语音助手来控制电视、冰箱、笔记本、手表等智能设备,不过,三星方面并没有公布这款产品的价格和发售日期, 由此看来它们还没有做好上市的准备,完美世界发行火炬之光,前线火炬之光开发者Ronic Games在去年被完美关停之后曾表示, 喜欢火炬之光的玩家们可以期待一下更加注重联机体验的新作,火炬之光,前线,驰隔一年,这款新作终于走进了我们的视线, 根据介绍,火炬之光,前线不仅包含了火炬之光系列游戏中,深受玩家们喜爱的内容, 而且还拥有一个动态生成的游戏世界,玩家们能够和伙伴及宠物们一起游览游戏中的遗迹, 探索失落的文明,据悉,这款游戏将由完美世界发行,预计发射时间为2019年,届时将会登陆PC、Zboxon和PS4平台, 感兴趣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,目前可即早报已登陆以下平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